台南市勞工提防局長 然後陳主任新住民協會的邱理事長 大家好 還有那個 各位那個 各位新住民的姐妹們 大家好 好 不好意思喔 因為我比較少來這種演講 大部分我都是在課堂上面講課 所以演講比較少一點 那今天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主要是在求職必勝的部分 也就是說 各位新住民姐妹如果拿到 就是那個 可以去進行工作的那個證明的時候 我們就會進一步的去做一個求職的動作 那在這邊跟各位介紹一些 台灣在求職上面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 那個 算是一些 習慣吧 然後還有一些那個做法 讓大家知道一下 接下來如果各位要進行求職的時候 要準備哪些東西呢 還有一些資料呢 要怎麼去準備這樣子 那稍微我會 講一下我自己喔 然後講一下 老闆怎麼去聘請員工的想法 然後 履歷的一個寫法 然後怎麼去做一個面試 他思考到說 工作還有他的報酬 還有一些 就會輔導政策這樣子 那我現在呢 主要是擔任 一個 社團反人 台灣產學員 合作發展設計會的一個秘書長的職務 那主要是協助那個台灣這邊 然後跟兩岸 還有其他新住民呢 去怎麼做一個產學員的合作 產學員合作 那剛才呢 介紹那個雲南的部分呢 是我大嫂 那所以現在這邊的話 我就是說我們稍微 就是我們會跟大陸這邊 怎麼去進行合作 然後有一些 合作發展 然後一些教育訓練 然後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產業合作的部分 這樣子 那我呢 本人也在 欸 南部呢 一些大專院校呢 有做一些堅韌講師的動作 所以我剛才開頭呢 說我比較習慣在課堂上講 就是這樣子 那我本人呢 也是在一間 那個科技公司 科技技術公司呢 去擔任一家經理的職務 這樣 那我們現在進度一個主題 就是說 花與一個蝴蝶的故事 為什麼會講到這個呢 也就是說 如果各位影片分呢 如果你花很盛開的時候呢 蝴蝶就會過來 那 也就是說 當你本身 有一個正向積極的態度的時候 然後你又具備 工作的技能的時候 其實呢 就會有 那個 不好意思喔 那是蜜蜂 我下輩子寫蝴蝶 然後那個就是蝴蝶 它就會過來採蜜 就是你會有工作的機會 這樣子 那 講到說呢 老闆呢 想要聘請職員 他的一些想法 他的一些想法 其實他 跟一般的工作的條件 都是一樣的 最主要的他還是喜歡 要有一些積極呢 還有主動的一些態度 而不是說 欸 其實我也常遇到就是說 有些人就是類似 而過且過 就每天呢 就是 我就是來上班 然後就把時間 過多多 過到下班 這樣子 那看做多少算多少 那這樣子的動作呢 其實 老闆 其實他沒有說出來 其實他們都會看到 那第二個呢 就是說 不是 就是 老闆比較喜歡的職員 不是說 我是來靠這個 學習的態度過來 他是說 你要 可以馬上來做一個工作 那 在日本的企業來講 他叫做 集戰力 就是說 你這個人一旦聘請 你們不能馬上上工 馬上為公司呢 產生一些貢獻 好 那你需要多久的時間呢 才能去做磨合 然後可以去為公司 產生一些利益 所以老闆最重要就是賺錢 好 老闆的想法就是你 大概 我聘請這個員工 可以為我賺多少 可以為我業績 提升多少 這樣子 第三個呢 就是說 老闆想要聘請的員工 老闆想要聘請的員工 主要是 可以去解決他的問題 而不是製造他的問題 大家看到這一句齁 其實 怎麼說 不知道有沒有那種想法 就是說 你們如果各位之前有 不管是在台灣 或是在 之前各位之前的居住的地方 有工作的經驗的人 有些人就是很奇怪 當你拋了一些工作給他的時候 他會為你更多的工作 例如說你幫他 你叫他把一些投影片整理整理 結果他就一直問你說 這個投影片要怎麼整理 然後怎麼去安排 怎麼去做這些東西 或是說有一些文件 你叫他弄一弄 結果 他就是回饋更多的問題給你 例如說你 他的文件弄出來 不是你要的 或是說他弄出來 根本就 沒辦法去使用 而是要再重新編輯 當然 這些東西 如果你在越緊急的時候 越看得出來 這個人的工作人力是怎麼樣 所以 大部分 老闆他比較喜歡 第一個就是說他要積極主動 一件東西 不是說做好就好 而是說 你可以做好之外 你不是得到一個good的 好的 而是要得到一個excellent 優秀的 這樣子 你就可以更確定你在這間公司的一個職務 還有他的那個競爭力這樣 那老闆其實他在面試的時候 比較討厭是說 馬上就詢問說 哪些員工福利 那 休假天數是哪些 這樣子 然後他就是沒有自我意見 常常就是 就是 有些 如果之前 有工作過的那個 朋友們 大概就知道 有些工作的時候 開會的時候 開完會 大家會問說有沒有問題的時候 台灣 台灣的情況 其實常常都是沒有問題的狀態 但是 一做下去 就會有很多問題的狀態 這樣子 所以 老闆他喜歡的是說 雖然他 這些員工他有提出問題 但是 通常他也要提出他怎麼去解決 而不是說 你提出一個問題 給我給老闆 但老闆其實他是希望說 你提出問題 但是你也想出解決方案 所以 其實 通常在面試 或是你在做一些求職的時候 你就要讓老闆 讓老闆覺得說 你有這些 你遇到問題 你可以想出解決問題 而不是說 你遇到問題 可以馬上回到老闆 這樣 因為 大部分的人 就是遇到問題 然後給老闆 然後老闆又 要想辦法去解決 那 員工福利 其實 如果 各位是在一些 那種 比較常見的 求職網站上面 都已經會列出來 那列出來的時候 可以詳細去做一些比較 那休假田書 大致上 在網站上面 都會有 當然如果你是在一些 紙本啊 或是說 你在一些書面的 那種求職廣告上面 找到的一些 資訊 可能就沒有這些東西 那這時候 你就可能要徹底去看一下 徹底去看一下 那在 那在 接下來就是說 他比較關心的是說 各位 就是說 上一個工作 呢 為什麼 為什麼去離職的 原因 齁 那 上一個工作呢 他的交接 有沒有完善 第三個就是說 上一個工作 有學到什麼 然後未來的話 要怎麼去進行 我們講到第一個齁 上一個工作 為什麼要去離職 因為 離職原因 有很多種 那 有些呢 以女性朋友來講 很多離職原因 就是因為 生小朋友 那雖然 勞工 勞工 勞委會這邊 他有明定說 其實生小朋友 晚之後呢 要保障他的工作 尋很大 但是 通常還是 因為 以婦女來講 或是 以婦女來講的話 其實 生完小朋友之後 不是 不是就可以 大部分啦 大部分不是馬上就可以就業 可是你可能要照顧小朋友 一段時間 然後接下來 小朋友 比較可以去 他們的臉就是 就是整形 會這樣 比較 可以讓人家去照顧的時候 才會去做 接下來的一個 下一個工作的尋找 因為大部分 像 像 勞工局 他那個 勞委會的 規定 其實他們就是說 你生完小朋友之後呢 你可以請 請孕音假 那請完孕音假之後呢 你可以接下去 繼續做 但是大部分的 同時 除非你是在中型 或是大型公司 才會有具備這樣子的條件 那如果是小型的公司呢 其實 在請孕音假的時候呢 他還是要去找一些人 來頂替原來的位置 所以 不好意思 那 所以老闆他在關心 上一個工作為什麼去離職 那有些人呢 他是 可能是跟上司處不來 或是犯了一些 不可彌補的錯誤 或是怎麼樣 所以他們去瞭解說 這個原因 那這個原因 那這個原因 其實他也會考量說 老闆要不要聘請 這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因為 離職原因 當然除了一些生病啊 或是說 生小朋友不外 如果是說跟上司處不來 或是說跟 跟一些 那個 做法上的原因 或導致辭職的話 老闆在聘請的時候 他會特別去考 就是說 你的個性呢 是不是在這個工作檔位上 這樣子 那第二個呢 上一個工作的交接 離職交接有沒有完善 大部分的話 這個問題會產生在說 你已經有工作了 然後你要 找下一個工作 但是你又不想 給現在的老闆 知道的時候 的一個狀況 那他會希望說 你要來 像我們這間公司工作之前 你上一個工作 你已經要交接OK了 那通常都會有交接清單 叫公司 當公司他會有交接清單 就是說 你的離職交接有沒有問題 你需不需要 你上班的時候還在處理 你上一個工作的一些離職交接 可以 這樣子 那第三個呢 就是說 商業工作讓你具備了什麼樣的一個技能 商業工作讓你具備了什麼樣的技能 例如說 你可能本來是做一些行政助理啊 那行政助理的時候 雖然他是一個行政助理 但是你有沒有去 去私底下再做一個進一步的學習啊 有沒有具備一些基本文書處理的技能啊 或是說秘書的 秘書的學習啊 這些東西 那未來的工作呢 就是說你下一步你所面試的一個工作呢 你想要去怎麼去做 大致上 如果你已經這個工作 你在面試的時候 你就要提到說 你大概想要怎麼去進行 或是說 老闆有交接什麼工作的時候 你要去怎麼去做這樣子 那履歷撰寫呢 有幾個方式啊 那這邊的話 我們先提到一個求職的一些管道 就是管道其實比較安心的 就是說像說親友的一些介紹 那很多比較中小型的公司呢 其實 工作方式呢 也就是透過親友的介紹 其實也 像大公司也會啊 像我們去接觸啊 很多大公司他們也會想說 如果你有認識一些 具備某些 他的工作呢 某些工作經驗的 麻煩幫他介紹一下 所以 像我們這一 我們在科技業界的話 科技業界其實還蠻多在找 因為他 他需要是 具備某些專業能力的 所以他會這樣子 那第二個呢 我們可以透過一個 人力銀行 這也是最常見的一個工作方式 最常見的工作方式 像說 你可以透過104的人力銀行 1111的人力銀行 好像少一個1 1111的人力銀行 然後 S123 求職網 這些東西 那他上面呢 其實 因為這個 這三個 這三間 這三個網站 其實都已經很久了 所以他們 發展的一些程度呢 都已經蠻完善 他有提供一整套的一些 求職的 一些 管道 從 從你這間公司 你想要了解他的一些 財務狀況啊 或是說 他的一些介紹啊 這些東西呢 其實這幾間網 人力銀行網站呢 他都有提供這些資訊 提供這些資訊 那 老委會 他有提供一個 就業以往 就業以往 所以從就業以往裡面 他有提供很多豐富的資訊 像說 一些 求職的方式啊 還有一些 提供一些 就業 就業機會 這些東西 那還有就是說 像我們 勞費的一些 職訊局的就業服務站 像以台南市來講的話 台南市也有一個 台南市的就業服務站 那 還有一個比較常見的就是報紙 報紙 報紙依然是 中南庫地區喔 蠻常見的一個求職的報紙 所以報紙 你可以看到說 現在比較多年輕人 他比較少看報紙 那我不知道各位 如果你常看報紙的話 報紙大概有一半喔 現在都是 廣告 廣告可能也有一半耶 是在求人 但是求人呢 你可以看到說 他其實需求 大部分都是 需要一些基本工作能力 那這些工作能力呢 其實你就要去思考這樣 那常見就是 你也可以說 你要怎麼應用呢 你可以從人力銀行那邊 去編寫你的一個履歷 人力銀行去編寫你的履歷 然後去看你有那個求職管道 這些求職管道裡面 都可以應用 那你就可以把這些履歷 他都幫你整理好 填一些什麼 填一填 一出來 他就是一個現成的履歷 你不需要再從一個 空的檔案開始變 這樣子 那以 伊尼次人力銀行的舉例喔 其實他就是開始 如果你開始編履歷之前 他會需要先填一些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 那基本資料你可以填 那個字有點小 不好意思 他就是你要填一些 譬如說你有你的一些 那個經驗啊 然後現在工作狀態啊 然後他可以幫你說一些多元就業啊 一些學歷啊 學經歷啊 都可以幫你填一填 然後他就自動產生那個 一個新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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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自動化的一個個人 這樣子 那 如果各位呢 還不清楚說 自己適合做哪樣的工作呢 他也有提供一些 性向測驗 啊 性向測驗其實還蠻方便的喔 他是已經整理好 所以你就是把這些問題呢 回答一下 他都是 欸 這不是是非 這是雙 雙選 就是 你 你 以這個第一題來講的話 就可以看到說 那第一題你要選 上面這一個還是選下面這個 那這兩個並沒有對或錯 而是說 你的個性比較適合 上面或是下面 你知道嗎 然後再一直點下來 然後下一頁 然後 最後他就可以幫你做一個 一個 你的職業的事情的分析 職業的事情的分析 職業的事情的分析 那 那 針對你的職業後面呢 他還可以做一些職業的興趣喔 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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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算職業生涯規劃 這種東西 因為 工程師 即使是工程師喔 我們講工程師 工程師 工程師也有很多種 每個人他的興趣呢 不一樣 那大家既定對工程師印象就是 宅規劃 宅規劃只是其中一種 他會做工程師 像我認識那種 爸爸級的工程師耶 他的興趣是什麼呢 大家大概想不到 他的興趣是釣魚 而且不是那種 在那種 提放旁邊釣魚那種 是搭著船出去外面釣魚那種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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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他沒有帶小朋友出去 因為小朋友很小 但是 他自己的興趣呢 就是 下班之後呢 在家裡做那個漁工 因為他說漁工自己做 比較方便 他說可以省錢 然後他就是 去外面海釣啊 然後他就是他的樂趣 然後每天 不是每天啊 然後他的另外一個職業 就是在同時煮咖啡 每天一點耶 就有人報到 叫他煮咖啡給大家喝 這樣 那他其實也蠻樂意的 這樣 所以 職業的興趣呢 可以看得出很多人 的一個 每一個做法 還有工程師呢 我認識一個工程師也蠻聰明的 他呢 他興趣是養 然後 他就是用他的一些 實驗方法 去養出那一缸魚喔 很好養 然後不容易死掉了 然後你就跟他愛賣 所以他這個 他這個副業的興趣呢 大概已經跟他正業的 正業的那個收入呢 已經差不多了 因為他可以去 晚上呢 下班之後 他可以拿這些魚呢 去做買賣啊 或是說 網路購買啊 認識的 你要買 這些東西 所以 有時候工作呢 看你要怎麼去把他認定 你喜歡把他做到晚上十二點 也是一項工作 那你喜歡 我是 我是一班的 還是你喜歡呢 下班呢 就去做自己的事情 這也是 一項工作 所以 各位 其實 如果要去做求職之前 要先知道說 自己到底 想要做到哪一個地步 這樣子 然後 就是 就是對這工作的 不好意思 欸 價值的指寫錯了 不好意思喔 那個 接下來 他其實他可以做一些 性向分析 譬如說 針對工作的價值觀 去做性向分析啊 那 你可以看到說 他每一條這個題目 非常不重要啊 不重要啊 這樣子把它填一填 他最後會有一個分析報告給你 這樣子 那履歷的撰寫 其實是蠻重要的一個部分 因為履歷呢 會看出你 一個人 對你的工作的一些 態度 還有一些 的一些習慣 這樣子 啊那個 可能這個比較不明顯 這個不是一點 他是一頁檢見 他是一頁檢見 這一不是很明顯 主要是說你的履歷呢 你要先填寫一張 叫一頁檢見 那一頁檢見 其實大部分就是 包含一些基本資料 你的名字啊 你的學歷啊 經歷啊 你的家庭成員啊 還有你聯絡的方式 你聯絡的方式 那這些是基礎的東西 那如果你是用那個 網站去打 其實你只要 空格填一填就好了 那 第二個呢 就是說 一頁的工作規劃 你可以 這個就比較特別 因為大部分 大部分你在求職的時候 你大概只有畢業 那如果你要表現出 跟病人不一樣 就是 你要跟別人 就是說你在應徵的時候 你要去 針對這公司 有透過一個 充分的了解 充分了解之後呢 你要去做一些工作規劃 就是說 欸你是 這個了解 可以讓人家知道說 你有沒有已經了解公司 他現在的狀況 那自己為什麼可以去升任 你具有什麼工作 你有什麼優勢點 你有什麼優勢點 然後 為什麼可以去升任這些工作 這樣子 那第三個呢 就是說 你針對工作 這工作 你有沒有規劃 他未來的一個方向 這個比較難 但是你前兩個 其實你都可以說明 就是說你已經了解你這個工作 那你要說明說 你有具備什麼樣的能力 具備什麼樣的能力 去升任這個工作 這樣子 那這是常見的 如果你是用一些 一般的文字編輯軟體 像Word啊 或是Mac裡面的iWorks啊 這些東西去編的時候 比較常見的就是你的標題 最好就是用 十六集的標凱題 十六集的標凱題 標凱題 好像也寫錯了 不好意思 十六集的標凱題去寫 讓你的整個一個主題呢 去那個展現出來你的一個主題 例如說 你的姓名 把它用標凱題 加出 讓你的名字呢 就小小的 但是這樣子 也不是小小的喔 就是說十四集 小一集 那你就知道你要做什麼 那 你的標題呢 例如說你的學歷呢 你的經歷呢 這些東西呢 就可以用標凱題的方式 加出的方式 讓人家明顯的看出來 那我的習慣呢 像標題的部分呢 如果你要更明顯 就是把那個字呢 下面再加底線 底線 例如說你的標題呢 叫底線 人家就知道 你這個跟下面 下面是一點串的主題 但是 像一點串內容 那你這個主題呢 是要說什麼 這樣子 那你的內容呢 就是用十四集的標 標凱題 標凱題這樣子 那間隔呢 不要太細喔 有些人那個字喔 可能怕說 紙太厚 佔太多紙 其實 紙差一頁多一頁是沒有差的 那間隔為什麼要加寬喔 因為 你要注意到就是 有些 像我的習慣 可能會在 這一行字下面 可能會加注一些東西 例如說人家 面試官要問你問題的時候 他可能會加注在下面 所以呢 你留一些藉口 給人家寫字 就大致上是這樣子 那 第四個呢 是針對說 那個 新住民姐妹妹們 如果你在寫履歷的時候呢 記得說這種 母國用語 記得要調整 母國用語 因為像 以 陸沛來講喔 就是會有一些 大陸用語 雖然大陸用語 有些人看得懂 但是我們是建議說 你還是把它調整 再說台灣的 台灣人比較習慣用的用法 所以呢 寫完後呢 請台灣的本地人 先幫你看一下 調整一下 有哪些用法呢 可能需要調整 哪些描述這樣子 哪些描述 對啊 啊不然有時候 你寫一寫 有些名詞出來 那個 可能便是關注到 你主要是在描述什麼 這樣子 所以 可能 需要說 用完之後呢 請本地人呢 先看一下 然後做調整 那常見的就是 如果 各位呢 比較常看到 像說 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 就是U盤 U盤 在台灣怎麼叫 你電腦來講的話 U盤 在台灣其實就叫水聲碟 所以 所以這些東西呢 像說 網盤 網喔 網盤喔 網盤 其實我們這邊叫 網路磁碟空間 蠻長的 但那邊就叫網盤 沒有 所以 他那個 我們常看到的 CD DVD 在大陸呢 就叫光盤 他們喜歡用什麼盤 什麼盤 代表磁碟空間 這樣 所以呢 有時候你在寫 當然你可能不會用到這些字 只是說 你們在寫語力的時候 尤其像在寫字傳的時候 一些描述性的東西 可能要需要 再請本地的人 再經過 調整 調整 這樣 頭頂上有飛機喔 這邊附近有個機場 不知道各位怎麼知道 在台南那邊 有個台南機場 所以常常都有軍機演員 那台南沒有特別的地方 有時候早上起來 就會被這種 叫醒 如果你的 你家那個 睡不住的地方 剛好就是 他的路線 早上常常都會被他叫醒 其實大概七點多 七點多 就叫醒 那頭履歷呢 他有一些原則喔 這些原則呢 是整理一下大概的 第一個就是說 你可能要蒐集 應徵公司的資料 喔 應徵公司的資料這樣 像說 這間公司呢 他是屬於什麼樣的型態 喔 那他有沒有 上市上櫃 還有給你做的一些 工作的型態 職務是哪一類 哪一類這樣 那其實呢 我剛才說 我頭履歷呢 透過那個 一些人力銀行可以拿到 但是我發現喔 如果你要再找更高階的 他其實他把他的工作機會 然後放在自己公司的網站 我現在指的是大公司 他要把公司的機會 他不是泡沫裡去到那個 林林市的一行這些 他是放在自己公司的網站 他要自己去看喔 阿不然你 你也找不到那些工作 所以 就是說 你要先搜集他應徵公司的資料 喔 搜集應徵公司的資料 那公司有沒有網站呢 然後他有 公司的資本額是多少呢 員工數是多少呢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可以讓你避免 避免你 花費一些時間 經濟去再面試一下 你不想去的公司啊 有時候你看一看之後 你就覺得不適合 你就不用投入 阿不然他叫你去應徵 然後你去看了之後 嗯 那狀態不是你要的 你就多花一次的時間去面試 那再來就是說 應徵公司的要求的條件 大部分條件呢 你是不是符合 例如說 他有沒有要求 學歷 是碩士或博士的工作 那如果你是大學畢業 那你去應徵 你會不會第一次 你先丟然後就被理解 也有可能 先丟然後他就說 欸因為你學歷不會 不符所求 然後就被拒絕 所以一些應徵公司 他要求條件 阿比較常見就是一些 一些語言條件 語言條件 例如說英文 英文的條件阿 或是 我有看過 就是那個 能力銀行要求的 那不可能 才會發生 叫閩南語 有些應徵公司 他閩南語要 可以那個 中等才行 因為他的下游廠商 他可能是一些 那種製造商 那製造商其實有很多 都是很本地 很local的 那 國語講不清楚 但是你跟他講台語 他就講得非常的 非常的 輪轉 很定正這樣子 所以 應徵公司 要求條件 其實是一個基本 就是說他可能需要 要求一些證照 要求一些證照 或是你要具備哪些能力 這樣子 那第三個 交通的便利性 就是 其實你在做應徵的時候 你要考慮到說 你在上下班 你要怎麼去上下班 那上下班需要花費多少時間 這時間 你不不OK 那不OK 那你可能要考慮找其他工作 因為像有些東西 你大陸來 大陸其實 就是都會住在那邊 但是像說台灣來講的話 台灣大概 一般交通時間大概是15到30分鐘 當然也有那種 一小時左右的 所以你就要看說 交通便利性 你是不不OK 像說 我老婆他之前在 辛苦工作的時候 他每天的通車時間大概 快一個小時 他從那個 他家裡 開始騎著摩托車 騎到那個火車站 摩托車站 跳上去搭火車 他掉40分鐘 40分鐘 他下來之後 要再騎另外一台摩托車 騎到他們公司 這樣子大概就要花一個小時 一個多小時 所以 交通便利性需要考慮 那我最近聽到 比較誇張的 就是那種 臨時性 他可能搬家 所以知道有些場 他除了新竹科學區以外 台南科學區還有公司 每天早上 他本來是住在新竹 因為他被掉到來 每天早上 從新竹搭他的 那個 那種公司車 搭到 台南上班 上完班 下班之後 又搭公司車 搭回去 每天交通時間 六個小時 有這種狀態喔 所以 交通便利性 其實要考量 自己的經濟狀態 然後 家庭 有沒有辦法作配 尤其說 有小朋友的時候 要怎麼來安排 那我剛才說的那個人 現在是兩個孩子的爸媽 所以還蠻辛苦的 那再來就是說 全力以義務 全力以義務就是說 你要要求哪些 員工福利 看有沒有具備這些員工福利 大部分你在求這種 案上就可以看到了 那 但是相對的 你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 有些他可能要需要 你依公司需求加班 尤其是像以女生來講 尤其是爸媽媽 有些需要 依需求加班的時候 那你有沒有辦法去加班 這樣子 所以變成說 你全力跟義務 你要去了解 不然他有些工作 他可能需要 你去大陸出差 尤其很多現在台灣 台灣很多廠商 他在大陸的公司 你要從台 那個從 從那個 台南 例如說你在開工作 你可能每個月 要去大陸出差 兩三天 那媽媽的話 有沒有辦法 小朋友要怎麼 照顧她 都要去思考 那再來的話 就是自我推薦 這東西是比較 算是常規以外的 就是說 你可能非常想要這個工作 但是他並沒有開這些工作 那你要做自我推薦 做自我推薦 那自我推薦 其實通常 要看公司的形態 他長官的想法 機率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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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下一 那這個呢 是 那個勞工局 職訊局的一個 台南教練服務站 所提供的一個 面試技巧 有 有點小 大家參考一下 那如果看不清楚 吃了可以 朋友可以來前面看一下 我買的 很多人 在這裏 用來做的 餐廳 買的 量 我買的 很多人 你買的 嗯 這次是電視製作 電視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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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intOOOOO força 先離開再進 有些很多小技巧 那其實他都有提到 我就是覺得這一份做得還蠻不錯的 我們去有八角子的一份 他就放這個 這個應該沒有採摩 他沒有採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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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没有讲话,他就会愿意读一遍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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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